更新医院安康院区举办了爱心意卖活动 意卖所得将会捐赠给文山区社工师团队来帮助弱势学子 而碧檀公共托劳中心的长辈们也前来帮忙意卖自己所做的手工饼干 让现场充满着浓浓的温馨气息 不管是吃的用的穿的杯的统统都有 这是更新医院安康院区所举办的爱心意卖活动 不少前来看证的民众与家属都被吸引过来挑选 甚至还有附近居民专程前来 安康院区社会服务组组长沈文伟表示 院方每年都会办理意卖活动也获得热力回响 而今年特别针对弱势学子筹募经费 希望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更多的资源 希望他们不管说是继续就学也好 或是选择就业也好 都有一个比较正途的指引 然后比较一个有人去辅导他们 出去做出最适合他们的选择 安康院区这次是与新北市文山区学校社工师团队合作 推动中学生综合性服务方案 一般所得将协助居住在新店、深亨、石定、平邻屋来等五个区域内 失学或是有失学治愈的七到九年级国中生 在教育发展以及社会参与上获得支持与引导 我们发现他们在文化刺激或者是社会参与的部分是比较不足的 所以我们希望说规划一系列的相关的休闲娱乐的活动方案 让孩子们可以有不一样的体验跟不一样的经验这样子 这天还有碧坛公共托劳中心的长辈们也来加入爱心意卖行列 担任一日店长 长辈们带来了自己亲手做的手工饼干在现场叫卖 认真的模样让不少民众掏腰包选购 都自己手工饼干自己做的 学校的学生 他们有苦难的 我们要帮助他们有爱心的 这场意卖活动将在安康院区一楼大厅持续到9月21号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到现场逛逛 同时也欢迎大家捐赠全新的衣服、鞋子 或是9成新的包包、配件、生活用品、电器等物资共享盛举 记者陈小嫩、张文琪、新店采访报道 都出现了